想說開始普篩了 那我就想說趕快去做篩檢 結果呢 那個報告回來啊 哇 確診 那時候我那時候就是一收到陽性報告 我想說 哇 台灣第一人耶 新聞 韓志傑快篩陽性確診新冠 第一時間想這麼做被勸退 大家好我是韓志傑 這樣聲音OK嗎 非常好 紅孩兒成員之一的韓志傑團體解散後定居美國 他透過視訊分享當地的疫情生活 志傑也打了疫苗對不對 對我已經打了疫苗了 我打了那個Pfizer 那個是瑞輝 我是下午3點半注射的 然後我隔天12點的時候就發現奇怪 我的肚子怎麼也咕嚕咕嚕 就覺得怪怪的 然後到3點半的時候就開始覺得有一點疲勞 然後就開始有那個起雞皮疙瘩的那個現象 就是開始發冷 大部分的人就是大概大概七八十的人 就算他的那個打完以後的反應很嚴重 就是說有發高燒啦 全身痠痛下不了床等等 他只要一睡睡一覺起來通常都 然後就是就沒事了 就沒事了對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本人呢 也有曾經一次是確診的 為什麼還講 高級來了 這個其實講成有一點奇妙啦 那時候因為我要想說開始普篩了 那我就想說趕快去做篩檢 結果呢那個報告回來啊 確診天哪陽性 那你那個時候有任何的症狀嗎 沒症狀喔 我那時候就是完全沒症狀 所以就是我是無症狀的那個感染者 感染者 天哪我哪裡也沒有去啊 我口罩也是戴的啊 那我心裡想說我 我防疫防疫這麼完整 怎麼可能會確診 然後就想說這個病毒真的很厲害 真的不知道怎麼搞 確診以後呢 要趕快跟我的家醫聯絡 本來就說你就是自我隔離 然後我們兩個禮拜以後 再做那個 第二次的篩檢 對這一次篩檢呢 就是要連續做 兩次 就是在48小時內做兩次 後來我就 測了那兩次 就兩次都是陰性的這樣 加一就說 一個禮拜以後我們要做那個 血清的那個 那叫做抗體 看你有沒有抗體這樣 報告出來就說 你沒有抗體 所以前面都是烏龍 對 對 那個我覺得是所謂的 為陽性 這14天你有做什麼措施嗎 我有做那個Vblog 我做的那個Vblog 沒有發表 那時候我 我那時候就是 一收到陽性 報告就說 哇 台灣第一人耶 要發新聞 幹嘛不發稿 我要發稿 我要發稿 如果嗎 他們就說還是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發好了 因為 這個感染者的陽性感染 代言者都會變 都會變成攻擊的對象 建議說 那就做一個Vblog 然後我們後面看怎麼樣再來做決定 所以現在你會發表嗎 我覺得不會因為是偉陽性啊